是透過自己撰寫的 所以清除的話 其實就是for i 等於 第2列 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呢把b欄 裡面的資料清空 c d e 全部清空 那樂透彩其實也是怎麼樣 幫我把也是跑個回圈就好 b欄裡面塞剛剛的公式 c欄也是塞公式 所以這邊其實都是一鍵完成的 不是用錄製劇集 而是 自己寫 vba去把它輸出 那還有什麼呢 把那個排名部分有沒有 如果它的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話 把它的a欄做格式化 格式化其實很簡單就是把底色 intro 的rgb intro color rgb等於黃色 那黃色應該還記得啦 就是 紅色配綠色 255 2550 Rgb 25250 就可以把它 所以按下這個 設定格式的話 你會發現 我這邊有把顏色填上去 當然除了用vba 寫之外也可以用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 兩種方法都可以啦 不過 這個下一次上課 主要這個部分 可以當成各位 回去練習的一個 練習題 OK Vba部分喔 那最後呢 也可以把它清除掉 那最重要是這個 前七名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 如果它裡面的排名 是什麼樣 小於等於7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的 A欄的資料 丟到 F欄來 丟過去喔 其實是一個 類似複製過去的概念喔 OK 其實 程式 非常的簡短 而且長的跟 累加 蠻像的 今天我們是寫了很多 累加 其實你可以甚至把 累加的那個概念喔 把它 搬到 前七名這邊來 很像 也可以做得出來 OK 所以前七名按下去之後 我希望把這邊 排名是前七名的 號碼 幫我搬過來 按下去 這都OK了 那程式怎麼寫啦 我想喔 回去可以先 想想看 所以如果這些啊 以後 我講的 你都可以馬上 可以有一個 大概構思 然後 即便 沒辦法馬上寫出來 但 相去不遠的話 那恭喜你 以後 你可能要做很多事情 其實都會越來越簡單 不過當然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但是需要一點醞釀起來 因為其實這個 你要馬上可以 什麼都會的話 不太可能 但是 只要你有心啦 我相信 總會有那麼一天的 OK 那今天大概就先 把 講到這裡 下一個禮拜就是 這一題講完之後 再來就是 檢視與參照 因為同學好像用的最多的就是那個 像 像Vilo函數啦 像剛剛講 Index Column跟Row 其他的這部分 下一個禮拜會講 所以回去的話 可以自己先看看 這些 有關Vilo函數相關的東西 可以 就是 我 看到 谢谢大家